郭保玲議員 多謝主席 我記得就是 首先第一個就是 我們的同事都支持有關深港鐵路的工程 但是你們上次來的時候 就提出是為了有利整個工程的進步 就要求我們支持你們 拿了一塊空地作為修理之用 當時我們在會上的同事就提出來 那個地方我們原來已經說了 曾經有部門說了 作為是優勢用途 你們就以為了整個工程的進度 能夠配合得到 所以就期望我們能夠支持你這個方案 但是我們剛剛算是交通的會 又聽到第二個版本 就是說呢 現在你們不要了 那就把那個地方交回給路政處 現在是要來做巴士總站用 那我就想知道一下 現在你們不要 另外會不會影響了深港鐵路這個整個工程呢 因為其實呢 這個工程已經 我就知道呢 是深港兩地呢 應該不是深港 是整條是 駁通了這個廣州去北京 整條鐵路呢 快速鐵路呢 已經是定了很久了 只不過是我們港風這段遲遲未曾拍板 所以我就想提出 第一個 你們新的工地定在哪裏 第二 如果在這裏 會不會影響了 就是搬來搬去 會不會影響這個 整條鐵路的進度 多謝